姜维面对魏国大军压境,身在塔中,突破邓爱层层阻拦,完美地缓过诸葛旭,杀过殷平桥,回到建阁,挡住了中会十万大军,把魏国的西征计划摧毁了大半。 本期视频相解,姜维最后一次守汉中之战。 关注我,看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。 姬汉后期,后主刘善宠信宦官皇后朝政日飞。 262年,将为帅重北伐被邓爱击败,退还驻守塔中,并在此处屯田,积蓄实力,再屠北伐。 263年,将为表奏后主,说听文中会在关中聚集兵马,操练士卒,很有可能会图谋汉中,最好让张义,料化都诸军防守阳安关,音平桥头,以防未然。 在这紧要关头,皇后劝说刘善把姜维的奏章压下,使得朝中文武先少人之。 8月,18万卫军分三路南下,西路军由邓爱所率的三万多人出敌道向甘松,踏中直阶,进攻姜维。 中路军由诸葛旭率三万多人马,自骑山向武街,音平之桥头,切断江维后路。 东路军由中会率主力十余万人,分两路从斜谷,洛谷进军汉中。 刘善文讯后,盲命右车级将军廖化增援江维,派索车级将军张义和辅国大将军董绝,道扬平官防守。 面对卫军进攻,江维认为,卫延的防守方案太过保守,利用险要的地势,预敌于国门之外的方法,不能消灭卫军,不能获得最大战果。 不如放弃外围防守,放敌人进入汉中,所有迎债均收拢兵力和储存粮食,等待敌人来攻,然后再派出游击部队攻击敌人的补给线,使敌人疲惫不堪。 等到敌人退兵之际,然后围攻敌人并将敌人歼命。 9月,汉军依照江维的策略,固守关爱,但既汉兵力不足,各据点无法实现打游击策略,使魏军轻松地进入汉中腹地。 中会带兵攻阳安关,派前将军离辅攻乐城,护军巡凯攻汉城。 中会军前锋部队,护军狐猎首先进攻阳安关。 阳安关守将,关中多多傅迁想坚守,但部将蒋叔因被降职而怀恨在心,打算投降。 于是,蒋叔欺骗傅前说,现在魏军到达,不出击,反而必成自首,不是好的办法。 傅前打道,我们奉命保住关城,只要守住关城就是功劳,今违反命令出战,如果丧失军败,辜负国家,突然死而无意。 蒋叔说,你以保住关城为功劳,我以出战破敌为功劳,请我们可行其志。 于是率领军队出城,傅前以为蒋叔出战,蒋叔却投降了魏江狐猎,狐猎趁防守空虚攻袭阳安关,傅前格斗而死。 此时纪汉除了刘尹金手的黄金城与汉勒二城,汉中的多数据点已被攻下。 忠汉大军攻占阳安关,获齐库藏两股,于是留下两万兵力围住汉勒二城,领东陆大军长驱直入,直逼间隔。 西陆军也同时展开攻势,邓爱是一个狡猾的猎手,为了围歼江维,他做了周密的部署,命令金城太守、杨新率军进攻甘松,切断当地枪足部落与江维的联系,保证后方安全。 命令陆西太守千鸿绕过江维在踏中东北部设立的军事据点,伺机突袭雪岭,迫使江维沿因平道退去。 命令天水太守王岐率军直接进攻江维军团。 等到江维发现邓爱的意图后,自己的军团已被卫军半包围。 为了能从容撤退,江维分兵两路,一路狙击南下的邓爱诸军。 一路则急速向东南进军,抢在魏军之前占领了要地墙窗口。 就在这里,江维率军与邓爱军展开了决战,几场大战下来,魏军遭到重创,将为抓住时机。 由赵云之子赵广等将断后,自己率军急速奔向因平桥头,邓爱眼见江维撤退,心急如焚。 拼命进攻断后的蜀军可叹赵广等将领卫国捐躯,但他们的奋勇抵抗,为汉军撤退赢得了时间。 江维彻底脱离了邓爱的围攻,快速向因平桥进发,可是摆在他面前的又是一道障碍。 诸葛旭军已从祁山进达因平之桥头,切断了江维的退路。 这就给江维出了个难题,要是向西切入白水江河谷与廖化在因平城河军,诸葛旭这三万人在桥头布防完毕后,自己就等于被邓爱和诸葛旭的六万人给关在因平城了。 到时候别说回原,自身都难保。 于是继续顺白龙江河谷而下,同时让廖化也出白水江河谷向东,两军合力突破诸葛旭的防线。 渐江维不回因平,而是顺着自己南下的线路而来,诸葛旭也怕。 他现在的位置是个三叉路口,稀有因平城,东有白水关的张义、董爵。 万一邓爱那边不给力,自己就会被汉军三面包饺子。 正是摸透了诸葛旭的这个心理,江维没有急于回因平城,而是派兵继续沿白龙江而下前行了三十里。 从阳汤河口到因平桥头的距离约五十公里,这段河谷山大沟深,在当时有一个狠形象的名字,孔寒谷。 诸葛旭本来判断江维是一定会回因平城,然后跟廖化一起突围的。 所以他把兵力主要部署在白水江方下。 现在江维直接从孔寒谷突围,诸葛旭马上决定走回头路,沿白龙江河谷而上去迎击江维。 江维真实的意图并不是从正面突围,而是调虎离山,让诸葛旭放弃在桥头布防。 见诸葛旭上当,已经回军三十余里,马上退入因平城,然后跟廖化一起抢渡因平桥头,退至白水关。 诸葛旭始终跟江维差着一天路程。 当诸葛旭察觉自己上当想追击时,汉军早离桥头已远,追赶不及。 江维一路马不停蹄迅速向南撤,途中与张义、董爵等汉军援兵会合。 听闻官城丢失,蜀军唯有退守剑阁,抵抗卫军。 剑阁是通往成都的主要通道,地形险郡,到小谷深,一守南攻。 中会大军被蜀军阻于剑门关外,不能前进。 要是拖拉下去,形势真如江维所预计,攻关不克,也无散骨,千里限粮,自然疲乏。 到时退兵,蜀汉若诸成病出,前后夹击,那就比西年曹爽更惨了。 于是中会质疏江维,劝援为为人的江维归响。 江维不予回答,中会文笔最佳,面对天险,还是要用武略攻之。 卫军攻关不克,又是孤军深入,运粮不变,于是中会便商议退兵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邓爱通过询问当地人,却问出了阴平古道,可以绕过剑门关,直插记汉心腹。 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被提了出来。 下期视频详细分析邓爱偷渡阴平,灭蜀之战。 关注我,看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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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